朋友们好,这里是浩哥笔记 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一下全球十大最强轰炸机的排名 我国的轰6K能排第几呢? 全球十大性能最强悍的轰炸机榜单上 老美智上榜了三种轰炸机 那我们的轰6K能排个什么名次呢? 让我们来为大家娓娓道来 这段视频将尽可能的全面整合网上披露的全球各类轰炸机资料 跟大家一起分享世界上十大最强大的轰炸机突破 排名第十的是 屠夫十六轰炸机 屠夫十六轰炸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 距今已有近50年的服役历史 屠夫十六的机身是半硬壳结构由一个全金属打造而成 机身前后均有一个油箱 挂载九顿弹体没有任何问题 最初 屠夫十六轰炸机的执行的任务目标是挂载核武器进行战略轰炸 但在后来研制成功的空射导弹作战系统出现后 屠夫十六又做出了很多系统升级 在之后的改进型号中 屠夫十六可以装载500万爆炸当量的核弹 也可以装载两枚AS-1型空对地导弹 或AS-5空对空导弹 还可以在海上战斗中装备水雷和雨雷 在那个时候 由于技术还不够先进 屠夫十六的技术发展十分有限 放到现在看来 其实力已经落后于其他轰炸机 可是话又说回来 也正因为以屠夫十六为借鉴机型 我们国家才会诞生轰六 才会在轰炸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排名第九的是 屠夫二十二轰炸机 屠夫二十二轰炸机是苏联首次装备的超音速轰炸机 由苏联突破裂辐射计局于50年代初研制开发 当时总产量超过300架 屠夫二十二最开始是为了弥补屠夫十六在 突击性方面的不足而开发的替代方案 它把最大飞行速度提高到了1.5马赫 航程增加到5000公里 与此同时 屠夫二十二在设计上大量采用了当时的米格二号上成熟的变形后略翼设计 对于巡航和低空突防 油料消耗等都有很大帮助 同时也为以后的屠夫二十二M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如此 在当时屠夫二十二研制出来时 性能还是不够理想 理论上进行的超音速突防并不能有效规避当时防空导弹的威胁 因此这款轰炸机最终也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排名第八的是苏二十四战斗轰炸机 苏二十四是具有全天候和超音速能力的后略翼双座双发战斗轰炸机 也是苏联首款搭载数字化攻击瞄准 地形导航 航电系统的战斗轰炸机 在当时算得上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 这种轰炸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是1.35马赫 最大飞行距离2700公里 作战半径只有700公里 苏二十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深入敌境 向敌方的重要军事基地发起打击 并能携带部分队的战药和小规模战术和武器 外装八枚空空或空地导弹 还有一门二十三毫米的机炮 苏二十四这类战机与轰炸机的结合设计 使其具有强大的对地轰炸和空战能力 在航空领域可谓是相当强悍的对手 排名第七的是轰六K 轰六K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轰炸机领域的代表机型 轰六系列轰炸机自六十年代以来 一直伴随着我国的空军发展 并引领着我国研制轰炸机的前进道路 而轰六K就是一个巨大的研发成功案例 轰六K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是15吨 在机翼下配备了六个武器挂架 能搭载六枚长箭时巡航导弹 作战半径为3500公里 轰六K可称其为轰炸机的多面手 可执行战略轰炸 巡逻突击 反舰反舰等作战任务 精确打击的范围也可覆盖整个疆域 就是由于轰六K的综合性能 又称其为战神轰炸机 尽管在当今世界轰炸机领域中 轰六K还不能算上顶级实力 但也算是奠定了我国轰炸机领域的基础 也为未来轰福20的成功研发奠定了基础 排名第六的是 屠夫95轰炸机 屠夫95轰炸机是50年代 由苏联图伯列夫飞机设计局开始研制的 在设计之初 除了把它作为战略轰炸机来开发以外 排富于它电子侦察和海上巡逻等技术体系 因此被称之为侦察轰炸一体机 屠夫95绝对是轰炸机队列中 庞然巨物级别的存在 一展达51米 在空中飞翔时 会给地面留下一大片黑色阴影 对地震慑力由此可见一般 与此同时 屠夫95最大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4000公里 人物执行时间可以达到18小时 机身弹舱可以装上最大容量25吨的常规炸弹或水雷 以及核弹等高杀伤性武器 屠夫95作为一架诞生了半个世纪的轰炸机 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军工水准 排名第五的是 B-52轰炸机 B-52型轰炸机由美国波音公司开发 是一种装有8引擎的战略轰炸机 这种轰炸机开发出的型号众多 总共有8个不同的型号 总共生产了744架 B-52的最大飞行速度是0.8马赫 飞行距离为16000公里 作战半径是7200公里 载弹量可达311吨 混合弹头武器系统可配备20枚AGM-69A型空地导弹 和一门20毫米M61火神机炮 与此同时 B-52目前美军战略轰炸机中 唯一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 因此自然会受到美军的喜爱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这款轰炸机一直是美军空域的主要力量 据说它将持续服役90年 一直服役到2050年 并被认为是轰炸机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款轰炸机 排名第四的是 TU-22M轰炸机 TU-22M轰炸机是突破裂辐射计局 在突破22的基础上开发改进而来的 超音速变后列一远程战略轰炸机 最大飞行速度是1.8到2.3马赫 最大航程为12000公里 最大武器载重为24吨 可以携带6个型号的精确制导导弹 除了内置挂载 TU-22M轰炸机还可以在机翼河 机腹内安装三枚KH22空对地导弹 也可以携带反舰导弹来打击大型水面舰艇 由于加强了可变后略翼的改进 TU-22M轰炸机具有很好的低空突防能力 生存率比前苏联研制的轰炸机要高得多 而且载重量大 使它在战略核打击方面 能够做出非常出色的战略性轰炸 是当今世界上轰炸机领域里表现最好的 排名第三的是B-1轰炸机 B-1轰炸机是在1970年代诞生的 截至2003年 有60架B-1轰炸机在服役 B-1的机身非常修长 采用了超音速变后略翼设计 最大飞行速度是1.25马赫 飞行距离是12000公里 作战半径是5000米 载弹量是61吨 分别可内装34吨和外装27吨 可以携带的武器是12枚AGM-154联合远程导弹 或者24发B-83和B-61热核炸弹 并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以实现投掷瞄准 数十年来 B-1轰炸机执行过许多轰炸任务 及实战记录十分华丽 现在已成为世界先进轰炸机的代表型号 排名第二的是 屠夫160轰炸机 屠夫160轰炸机是由苏联图波列辐射计具研制 由于外形采用白色涂装 所以屠夫160也被军迷赋予了优雅的称号 白天鹅 屠夫160的主要战斗领域是高空压音速巡航和高空超音速突袭 具有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 16000公里的最大航程 作战半径可达7300公里 就外形而言 屠夫1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后列以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比B-1轰炸机还要大一圈 而作为轰炸机 屠夫160的最大内挂力达到45吨 能装载12枚X555型巡航导弹 或176枚发附250航弹 而这一充满活药味的白天鹅在空中所带来的震撼 令人不禁心生胆寒 排名第一的是 B-2轰炸机 B-2轰炸机在各种轰炸机排行榜上都保持着领先地位 原因就在于它的性能实在是太逆天了 第一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款隐形轰炸机 B-2完全不受地面雷达反射的限制 即使红外线和噪声信号也无法探测到其行踪 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5马赫 最大航程可达15000米 再弹可达23吨 能携带16枚AZM129型巡航导弹 或80枚MK82普通炸弹 这种夸张的火力运载能力 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个千万人的国家轻松移为平地 而且在高空中还不会被探测到 所带来的威慑绝对是相当恐怖 就像它的称号鬼魂一般 如果要说这架轰炸机的缺点 也许只有成本 B-2轰炸机耗自24亿美元 而B-2轰炸机若以重量计算 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要贵上2、3倍 因此 即使是美军也只敢制造20一架 这是本期为大家盘点的全球十大最强轰炸机排行榜 上述排名结合网络信息 仅为一家之言 希望大家能理性地看待上述十种轰炸机 你认为哪一种更好 今天视频第二部分 咱们讲一讲陆战罪部讲理的战车 一分钟发射上千枚地雷 坦克寸步难行 这是我国研发的最不合常理的常规武器 它可以在弹指一挥间 向地面抛洒一千多颗地雷 仅仅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大面积的雷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布设出来 让胆敢猫然来犯的敌人进退为骨 躊躇不前 这款武器就是由我国研发制造的 GBL-130型抛洒部雷车 不要觉得它的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 当你真正了解到这款部雷车的过人之处时 那也许就是对它望而却不知识 闲话少叙 让我们来近距离了解一下 这辆抛洒部雷车的实战威力到底如何 世界上第一辆抛洒式部雷车 是上世纪由英国研发的 由坦克和装甲车辆改造而成 可以自动部雷 这项和科技武器问世后 已引起很多国家的重视 车辆也会自动部雷 关键地雷撒的速度还特别快 可以大大减少部雷的时间和人力 鉴于这一点 抛洒式部雷车在当时是一个香菠菠 各国都是纷纷效仿英国 德国的西式部雷车和美国的火山式部雷车 都是以英国为基础的部雷车 我们的军工科研人员 在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研制的部雷车后 也十分震惊 当即决定将这种武器引进我国的军队 因此 1986年 我国正式开始了部雷车抛装的研究工作 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材料知识 我们国家只能不断努力钻研 并借鉴他国的工艺设计 最终于1992年研制出第一件部雷车样品 本样车采用ZSD-89型履带运输车为底盘 装戴了当时新的全自动抛洒布雷系统 看上去就像一辆满是枪口的坦克 那时候的样车虽然各项数据都很稳定 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最后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进行改进 最终于1994年 我国第一辆抛洒式的雷车GBL-130型布雷车 正式投入使用 代表着我国成为基因 美、日和等国之后 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成功研制出 抛洒式的雷车的国家 与此同时 这第一款GBL-130型布雷车 在各项数据上也相当不错 全车重量达到了20吨 此外 它的最大车速为60公里每小时 机舱顶部还有一挺12.7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 车架负重轮也由传统的5对增加到6对 履带也被家常设计 这种设计可以使扫雷车更加适应地形复杂的地区 能在平原或陡峭地形上充分发挥越野作用 凭其优良的机动性能 能更平稳地配合陆军或空军作战 其中最主要的排雷装置是由矿石向模块组成 总而言之 一辆GBL-130型布雷车就能布施1080个地雷 但这一数字确实非常夸张的 这意味着 每一轮布雷车可以发射216颗地雷 布雷1000多颗 只需连续发射5次 所需的时间是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的 而这一数据则完全超越了 其他国家的同时代的布雷车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战场上同时有1000个地雷的话 敌人军队会遭受到多少打击呢 另外 GBL-130型布雷车还可以装多种类型的布雷坛 包括防坦克地雷 防步兵地雷 大号防步兵地雷都可以被装填 以适应战斗需要 若将防坦克地雷装在旗上 则其所装之地雷将全部装上防坦克地雷 那么多防坦克地雷一旦全部布置出来 整个雷区就变成了坦克坟场一般的存在 对此 相信也有人提出疑问 这布雷 炮雷跟撒豆子一样 把地雷扔在外边 这是不是敌人用眼睛一看就被发现了 根本不会有任何隐蔽性 面临以上问题 我国军工科研人员其实早就有了预案 为克服布雷车发射精度差的问题 不能控制面积密度的情况 科学家们在GBL-130型布雷车的 基础上增加了可使发射器回旋的装置 使布雷发射器能向多方向排雷 与此同时 布雷车也由于加强了自动化 使司机在布雷车内可以通过 电子装置在发射管的单发和连发之间切换 从而大大提高了发射地雷的定位精度 与此同时 谈到地雷的隐蔽性问题 其实早在布雷车设计之处 就是一直不需要掩埋设定 通过大范围的炮制地雷 同样可以做到对敌人的封锁和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军对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当时的苏军由于作战节节败退 撤退时来不及埋设反坦克地雷 索性直接将它们扔在战壕上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直扑地面上的地雷 反而炸掉了大量德军坦克 也是二战后的德军意识到了布雷车的重要性 此外 除底盘设计和布雷车发射装置外 GBL-130型布雷车的电子设备 也能对发射后的地雷进行智能化定位 这一设计 很大程度上是将以前战争中地雷 遗留下来的安全问题考虑在内 避免战后平民的盲目排列而丧命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 今天 世界各地因战争遗留下的地雷 至少仍有一枚未被清除 很明显 这对全世界的平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新闻 为解决这个问题 GBL-130型布雷车可以智能地定位每个地雷 并能在战争结束后对未引爆的地雷进行定时摧毁 这不但可以避免地雷在战后遗留下来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通过智能操作进行突袭 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设置 不但能快速布雷 还能自动排雷 可以省去很多后续工作 GBL-130型布雷车除排雷外 还具有携带方便 防雷电 防雷机等功能 由于是由装甲车辆改进而来 布雷车本身装备了保护装置 以确保在战场上不会被轻易击穿 国内科研人员改造GBL-130型布雷车那几年 曾多次进行过防爆 防雷 高温 高寒实验 而GBL-130型布雷车的前部环 装有一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在整个车体的防护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 可以说21世纪研发进展最快的布雷车 就是我国的GBL-130型布雷车 可以做到世界一流水平 21世纪的世界布雷车领域 脱式布雷车也有自动布雷车的水准 但远低于抛洒式布雷车的效率 通常 脱式布雷车 不设一公斤地雷也需要大约一个小时 如果这样比较的话 GBL-130型布雷车这种抛洒 型布雷车的布雷效率可谓超凡脱俗 与此同时 在世界范围内 通过各种抛洒式布雷车的对比 GBL-130型布雷车同样是一期绝尘 由此可以看出 GBL-130型布雷车的数据 已经超过了目前一致的 联邦德国歇时布雷车 早在1986年 歇时布雷车就已经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搭载了6个可以旋转的发射箱 每个发射箱都配有5排发射装置 每个发射能力为20个ATRD雷 总运在600枚反坦克雷 布雷的数量和效率 是GBL-130型布雷车的突破点 GBL-130型布雷车 已经超过德国的歇时布雷车 歇时布雷车系统的一大特点是 系统相对稳定 在1988年生产出300辆 而且当时我国的布雷车 仍处于研发阶段 研发成功后 投入使用的数量 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 然而GBL-130型布雷车的出现 可以填补我军布雷车的空白 也是一大技术突破 要知道当时我国科研技术人员 在技术落后 材料不足的情况下 让GBL-130型布雷车 性能优良而全面的诞生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突破 而这些军工科研人员 仍未止步 将来他们还将利用 GBL-130型布雷车为蓝本 设计更多 更强大的功能 以及更加智能的装置 GBL-130型布雷车 能实现多方位布雷 炮制 还能进行地雷智能定位 和自动设定爆炸 也有非常优异的研发基础 在今后的岁月里 我们的军工科研人员 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对于这么优秀的一辆布雷车 大家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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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